不怕你工资高 就怕你家里有两三个背书包 今天掏明天掏 辛苦一年挣钱 全往学校里面交 虽说现在不用交学费 但是比起以前还要贵 只要你家里面有两三个读书郎 哪怕现在你住的是商品房 还不如当年住瓦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9月27号星期三 狗哥在以前的这个影片里聊过 就是中国政府 他过去三年这个所谓的防疫清零 已经是给中国人整体的这个 心理健康状况啊 是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 让中国人在整体上呢 这个心理啊 是变得是更不健康 更不正常 但是呢 中国从这个政府到民间 对这一点呢 几乎呢是没有任何的关注 这方面这个关注度呢 几乎就是零 这其中 其实特别特别必须要关注的就是中国这几年这种所谓的防疫啊 这些个折腾对中国的未成年人们啊 对小孩子们他们的这种心理方面的冲击还有影响 狗哥在今年呢是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就是通过对中国墙里边的一些关于未成年人新闻和热点的观察 狗哥呢就感觉啊在今年中国的未成年人们学生们他们的心理状态在整体上有一个明显加速恶化的这么一个趋势 狗哥呢再重复一下这个观察还有判断啊 就是在今年中国这个所谓防疫结束后的第一年中国的未成年人学生们他们的心理健康状态是出现了一个明显加速恶化的趋势 当然了这个中国的成年人们他们在整体上呢也是这样 就是他们这个心理压力呢是越来越大 在整体上呢也是变得越来越不健康 这个呢跟三年这个清零三年大折腾它有这个非常密切的关系 同时呢也跟最近几年来中国这个经济啊它不断下滑也是很有关系 但是呢在今天狗哥呢主要呢是跟大家分享这个有关中国未成年人这方面的新闻还有信息啊 所以呢在墙里边有孩子有学生的中国的网友们 大家呢对这方面啊是更需要密切关注 虽然这个墙里边的经济状况现在呢是很不好 很多中国的成年人中国的家长们这种职业上的压力 生活上的压力呢也是非常的大 但是狗哥在这呢还是必须要说一句 就是自个儿的这种压力再大 自己再忙 你如果说家里边有孩子 那也必须呢要花更多的时间在自己的孩子身上 必须要多关注孩子各方面的生活 特别呢是在这个心理方面 在以前很多中国的家长中国的父母们在这个方面呢都是普遍比较忽略的啊 都是这个普遍的不重视 狗哥的建议啊 说在今年就从现在开始 中国的家长王爷们在这方面呢一定要对孩子呢多上心 一定要多花时间啊不管自己再忙再累 这方面这个关注呢一定是不能再少了 一定要比以前多 免得自个儿啊在以后后悔 在这狗哥呢是重点说了一个建议啊 今天影片开头给大家分享的小视频 第一个是在这个月的月初 中国某一个学校里边这个新学期开学以后 学生宿舍里边的场景 狗哥呢估计这个呢是在中国南方的某一个学校 因为这个宿舍屋子墙上可以看到到处呢都是霉菌 应该呢是这个气候呢比较潮湿 是在中国的南方 这个呢应该是一个中学的学生宿舍 那这个宿舍的条件就不用狗哥再多评论了 就一句话 中国墙里边还有大量的像这样条件的学生宿舍存在 中国还有很多很多的学生 未成年人他们呢是居住 是生活在这样的屋子里边 那中国政府他现在花好几千亿毛币啊 办看起来非常光鲜亮丽 很科幻的杭州押运会 那这个到底还有什么样的意义 第二个小视频里的场景呢 也是来自中国的一个学生宿舍 他跟第一个小视频里边的应该不是同一个学校 应该呢是来自其他的这个中国学校啊 是在开学学生入住以后这个宿舍里边的生活状态 狗哥呢就两个字去评价 猪窝啊 猪成这个样子呢 完全就相当于是猪窝连狗窝都不如 那三个啊中学生小伙子 估计整天呢就是躺在床上这个刷抖音 看中国的这个直播带户 第一个小视频里边 他反映的是很多很多的中国学校里边 学生宿舍 这种硬件上的情况啊 基础设施的情况 那第二个小视频呢 他能反映的就是很多很多的中国学生 未成年人 他们的这种生活自理能力 能够反映出他们这种生活的态度 他们的心理 还有他们的这个精神的状态 第二个小视频里边 他们把这个宿舍住成像猪窝的样子 给我认为呢 导致这种情况的主要责任 不是这些学生们自己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的责任 第一是这些孩子们 他们的父母 他们自己的家长 在培养 在教育孩子们的这种从小的自理能力 在体面生活这方面 首先呢 就能够反映出他们的父母 他们在家庭教育这方面呢 是严重缺失的 他们在这学校宿舍里边 能住成像这样的猪窝 很大概率 他们自己的这个家里边的情况呢 也不会好到哪去 当然了 我在这呢 也必须要说一句啊 就是对于这个成年人来说 自己把自己的家里边住成什么样 这个呢 完全是属于个人的自由 对于成年人来说 只要他自己愿意 把他自己家里边住成像猪窝一样 这个呢 也完全没关系 只要他自己的这个猪窝呢 不妨碍到邻居 那其他人呢 不能够去干涉他的这种居住和生活的状态 但同时 狗哥也认为 成年人把自己的生活过成是猪窝 但是呢 他如果说 要自己的孩子 让未成年人跟他自己呢 也同样生活在这种猪窝里边 那这个呢 就是对自己的孩子不负责任了 这个是狗哥的看法 第二点 这些孩子把宿舍住成猪窝的样子 那第二方面的责任人 显然呢 就是学校 他在管理方面的严重缺失 严重的不负责任 因为这些孩子 他们是这个未成年人 学校宿舍呢 他属于呢 是具有一定公开性质的这么一种场所 所以呢 从这个学校管理的角度来说 绝对不应该放任这些孩子 把宿舍呢 是住成这个样子 这个情况 他现在出现 就能够反映出这个学校 在管理方面呢 是严重缺失的 是非常的不负责任 第二个小时评啊 就很能够反映出来 就中国墙里边的很多很多的孩子 未成年人 他们这个成长 首先就面临着两个最大的危险 第一个 就是他们的父母 他们的家庭 对他们的爱 对他们的教育 对他们的有关这种体面生活的指导 这些方面 从小他们就非常严重的缺失 在这些方面 他们的父母 他们的家庭 是存在这种首要的 严重的责任 第二个大的危险呢 就是这些孩子 他们在进入中国的学校以后 学校教育 在这些方面呢 也是存在很严重的缺失 中国的学校们对学生 对未成年人 是真的是普遍严重缺乏符合现代文明理念的教育 在这呢 大家呢 可以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 像第二个小时评里边 那些长期生活在这种状态里边的中国的孩子们 未成年人 那他们在以后长大 他们在成年以后 最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人生 这方面 大家是不是都应该是这个心里有数的 狗狗在这呢 并不是说要这个一棍子打死啊 但是呢 狗狗的可以判断 长期生活在这种状态里边的孩子们 未成年人 那他们在成年以后的生活状态啊 很大概率 也不会很体面 特别呢 是在为人处事这方面 所以呢 中国已经为人父母的网友们 特别呢 是生活在这个中小城市啊 十八县乡镇的网友们 一定要多关注自己的孩子 最好呢 是不要让自己的孩子 生活在第二个小儿品里边的那种状态 在这肯定会有不少的中国网友说 我们这个也是非常的无力啊 我们呢 也没办法 因为我们那个地方呢 就是这种条件 我们那个地方呢 就是这种环境 我自己呢 又没有太多的钱 我自己呢 没有条件去改变这种状况 那狗要说呢 大家呢 可能暂时没有钱 没有能力去进行大的改变 但是呢 大家呢 对孩子的关注啊 在培养孩子 尽量做一个体面生活的人 这方面的关注 还有关心 这个呢 总是会有的啊 也应该必须要去做的 这方面 狗呢 就聊这么多啊 其实做很多事 这个重点呢 它不是有没有钱的问题 是愿不愿意去做 是不是愿意用心去做 这方面这个问题 像这些的其实呢 都是很简单的道理 现在给大家分享一些有关 中国学生们的这个大的新闻和热点 第一个 是这两天啊 中国舆论里边的第一大热点 就是发生在中国山西省 一个小学校里边的 小学生对同学的霸凌和强暴事件 昨天9月26号 中国山西大同市官方 对这个事呢 是发了通报 说经查 大同市大城双语学校小学生 赵某某和晋某某 他们都是今年才9岁 对同寝室同学孙某某 这孙某某呢 是10岁 多次实施了辱骂 殴打 欺凌等严重不良行为 官方说 因赵某某 晋某某 他们都是这个未成年人 公安机关 依据什么什么法 对他们呢 是依法予以训诫 责令其接受心理辅导 行为矫直 另外呢 还依据这个什么什么法 对他们的家长 监护人 欲以训诫 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另外 官方认为 这个学校 在管理方面呢 是存在严重失职 失责 就解除了校长 还有两名副校长 还有涉事班级的班主任 生活老师的职务 等等 这方面的这个处理 大同官方说 还要在所有的学校里边 针对这些情况呢 进行专项整治 如何如何 这个事的很多的细节 狗哥呢 就不详细说了 因为说起来呢 真的是太残忍 狗哥呢 只给大家说一些 基本的事实 这个事 它主要呢 就是发生在 三年 中国庆龄期间 是在中国山西省 大同的一座 双鱼小学校 都是这个小学生 学生们 应该都是寄宿制 都住在学校宿舍里边 首先 是在他们这个 二年级的下学期 这些孩子 才是这个七岁左右的样子 一名小学生 赵某某呢 就开始欺负 他的同班 和同宿舍同学 叫孙某某 首先 是辱骂 殴打 后来呢 就发展到这个 强制的猥亵和强暴 还有各种 这方面的这个侮辱 这种暴力 是持续了 一年多的时间 后来 他的另外一名同学 金某某呢 也是加入进去 对受害同学呢 进行欺负 还有强暴 这个情况呢 是一直持续到 在大概两个星期之前 也就是持续了 差不多两年的时间 那个受害的小学生呢 才对他的奶奶 第一次 说了他自己的这个遭遇 然后 他的家长呢 就在网络上呢 是愤而发帖 很快这个事呢 就成为 中国舆论里边的 一个最大的热点 这个事呢 他呢 就让很多很多的中国网民 特别的是 中国的家长们 是感到震惊 因为 校园霸凌这种事 出现这个所谓的学生们 之间的打闹 欺负一下 这种事呢 很常见 很多这个中国的家长 很多中国学校 老师们 都会认为这种事呢 在学校里边出现的 很正常 但是大同这个事 他反映出来的 这种霸凌的程度 这种恶劣 残忍的程度 还是让中国舆论呢 是感到非常的震惊 因为 才七八岁 才八九岁 这么小的小孩子 竟然呢 就会对同学进行强暴 并且呢 进行各种性方面的 这种严重的侮辱 这个呢 是最让中国舆论 感到震惊的 这个事呢 我就不想 很多去评论了 刚才已经说了 中国在这个家庭教育方面 他首先呢 是存在非常非常严重的缺失 中国的学校里边 他们对学生 对孩子们这个所谓的教育关爱 基本上都是一坨屎 其实还有这个第三个方面 来自这个中国社会的 来自各种NGO的对学生们 对孩子们的关爱和支持 这方面在装墙里边 就更是完全不存在了 现在 这三方面的完全的缺失 是导致大同出现这个悲剧的 主要的原因 这个悲剧里边 作恶的 那两个七八岁 八九岁的小孩子 为什么他们在这么小的年龄 就能够干出来 这么恶魔的事 应该有玩意会知道 存在一种理论啊 叫这个天生恶魔性格 或者说呢 叫天生犯罪人格 这种理论认为 有些人 有些孩子 他们在出生的时候呢 就带有这种容易去做坏事 容易犯罪的这种基因 这个呢 就注定了他们的人生 容易变成恶魔 对这种理论 狗哥自己呢 是比较不认同的 狗哥认为呢 最主啊 还是这种后天的家庭的环境 社会的环境 对一个孩子 他是不是在以后能成为恶魔 这个呢 是有决定性的作用 所以呢 大同这个案子里边 作恶的那两个小学生 首先是他们的这个家庭教育呢 有严重的缺失 然后 就是学校教育 学校管理这方面 是有严重的失职 在这个案子里边 学校这方面的教育和管理呢 应该要负更大的责任 因为这些学生 他们都是住宿舍 主要的侵害行为 是都发生在学校里边 受害的那位学生 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边 他呢 一直呢 是自个儿在忍受 他一直没有把他这个遭遇呢 告诉父母还有老师 那这个呢 同样反映出来 这位学生 他在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这方面 也是严重缺失的 在这儿 狗哥必须要说一句 就是中国的父母和孩子们 之间最缺乏的一个东西啊 就是坦诚相见 最缺乏的就是相互的信任 那这个呢 就导致有太多的中国孩子们 他们呢 普遍是不敢 或者说他们不愿意 把他们自己的真实的想法 还有遭遇 告诉他们的父母 跟父母呢 去沟通 这个呢 也是很多中国的孩子们 他们发生悲剧的一个根源 在这儿的狗哥呢 也必须要同情一下 墙里边的这个中国的父母们 就是在关爱 在教育孩子这方面 中国的学校们 学校的老师们 其实呢 是完全指望不上的 中国的学校们 不给父母们增加太多的麻烦和负担 这个呢 就已经不错了 学校指望不上 那从这个中国社会的其他方面 去获得关爱 去获得教育孩子的支持 这方面 中国父母们更是指望不上 这方面 中国社会 给父母们提供的这个支持呢 基本上就是零 所以呢 在中国墙里边 养育孩子这方面 中国的父母们 只能是这个孤军奋战 得不到任何来自外界的支持 大家都知道 墙里边的这个家庭 普遍上会有这个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 帮帮帮孩子 但是呢 有现代文明理念的网友们也都会知道 他们呢 根本不能取代孩子父母的作用 特别呢 是在情感和现代教育理念这方面 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带孩子 根本不能取代父母的作用 这个呢 也是墙里边孩子们 在家庭教育方面 普遍存在严重缺失的一个重要原因 除了山西大同爆出来的这个小学校的悲剧 其实在最近 在中国墙里边这种新学期开学以来 狗哥从这个社交媒体上啊 已经是看到了好几个学生跳楼的悲剧 这些呢 还是能看到的 那没上社交媒体的同样的情况 是不是应该还有很多 另外 大家来看一个北京的网友 他发了帖子 应该呢 说他自己的孩子上高中 说呢 抑郁了 去安定医院诊断 被判断呢 有ZS倾向 需要休学一年 住院治疗 说 他们学校里边呢 有个男生呢 已经是跳楼了 还说呢 他们班 有很多同学 都轮流去过安定医院 都在吃药 这个情况呢 也是很符合 狗哥今年以来的一个感觉 还有观察 就是影片开始说的 感觉 中国人啊 特别是中国的未成年人孩子们 在今年是出现了一个精神状态 心理健康状态 显著恶化的情况 今天这个别的狗哥呢 就不多说了 真的还是建议 墙里边的这个中国的家长们 为人父母的网友们 大家呢 从现在开始 就对自己的孩子呢 多关爱 多用心 自己的孩子呢 只能是靠自己 别的在中国墙里边呢 都是完全指望不上的 好了 今天就聊这么多 非常非常非常感谢 大家观看 咱们明天再聊 拜拜